学佛人应该明白 今天的幸福 那转眼可能就是我们明天的痛苦啊 我们今天的痛苦 可能就让我们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所以痛苦和幸福都是一种缘分 好好的去对待它 那你就掌握了善缘啊 当人有一天醒来 我们可能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忙 我经常和很多不相信佛法的人说 想一想 你今天的苦难在五十年之后 你在哪里 你们想一想五十年之后 我们要往哪里去 还会有今天的烦恼和苦难吗 生命短暂 学佛人要观生不尽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很肮脏 灵魂不干净 要看透它 要观心无常 了物真谛 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变 而是我们心在转变 所以心可以让世界上一切都会转变 好好地修心 好好地把握住你的良心和你的本性 你一定会把心修好 改变你的人生 嗯